走进位在博二艺术特区的原博馆 馆内空间有了新改造 除了展售原著名的文创商品 农产品与美食之外 还设有舒适的沙发区 多元空间采光明亮 是适合坐下来放松用餐的环境 简单的介绍 其实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店里走走 那因为我们 其实我们希望走到的是 因为我们的这个馆区 博二特区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商店 跟博二有很多的一些国外的 开放的国外的游客进来了 相对的我们馆内 当然我们是莫忘初衷 我们还是以原著名的特色文化来初衷 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了让他们看见我们 更能够被接受 他们我们也能够互相的看见对方 所以我们里面也是展现了 展现了多元化的一个摆饰 那相对我们除了农特产区 还有我们的文创区 再来我们二楼也有一个 可以经常做策展的一个特区 也有相对的 还有一些餐点都可以坐在这里吃 元旦假期 许多游客前来元博馆走走逛逛 展示架上产品丰富 具各族群特色 多元化展区 让大家进一步认识元乡文化 了解高雄的丰富面貌 那因为近期我发现 很多不管是外国人也好 或是年龄上不分老少 基本上首作首创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高山部落 甚至于我们还有一些外地的族人 那其实在元明会这里呢 我们发现了很多文创有试耳试 还有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项链啊 还有一些什么小的帽子 海盗帽之类的 头目帽 尤其是这些的系列他们都很喜欢 我也是希望鼓励我们在地高雄三大部落的族人 有创作就尽量拿出来 我们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的创意跟技能 元博馆自成立以来 持续汇集高雄原乡的各项精美产品 让高雄的原乡产品走出部落 也让消费者能在都会区 就近体验原住民文化 更可以感受来自山林的氛围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